2019年12月份半岛马来学生会 大马尼斯兰教育发展理事会和马来作家联盟 这三个马来组织 入兵法庭挑战华弹小违反联邦宪法 那案件经历了两年的审讯 今天吉隆坡高庭做出了判决 驳回这三个马来组织 要求法庭宣判华小和弹米尔小学 使用华语和弹米尔语作为教学没见语 是违反联邦宪法的申请 并且裁定华弹小使用华语和弹米尔语 作为教学没见语 这是符合宪法的 承审法官穆哈默纳兹兰 他今早在宣读判词时就指出 华小和弹小使用母语作为教学没见语 是受到联邦宪法第152支EA和第152支EB条款的保障 因此是符合宪法的 法官认为没有任何的依据 主张多元流学校的设立和存在不符合宪法 或者说违反了联邦宪法 而进入多元流学校就读 它是选择上的问题 难以看出说多元流学校的建立和存在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侵犯到任何人在宪法下的权利 而联邦宪法条款也阐明马来语是我国的国语 但是除了官方用途之外 没有人应该被禁止或者阻止教导或学习任何其他的语言 那针对高庭今天的裁决 董总和大马华文理事会在受访时就强调 今天高庭的裁决具有标杆性的意义 也再一次的肯定了华诞小的地位 与我国公民学习母语母文的权利 并且狠狠的回击多年来 有心人士他们对华诞小地位的无理抹黑还有指控 那不过起诉方的代表律师哈涅夫 他在法庭做出判决之后就说 诉方会继续提出上诉 而被列为答辩方的董总和大马华文理事会 在接受八点自热报的访问时就说 他们会继续做好迎战到底的准备 大批关心母语教育的华代小组织 今天一早现身吉隆坡高庭 以第一时间掌握案件裁决 高庭最终是驳回了挑战华代小违宪的诉讼 并采定华代小使用华语和淡米尔语 作为教学媒介语是符合联邦宪法的 而华教组织都希望这个判决 能够解除母语教育后顾之忧 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这个是不止华社 包括所有支持母语教育的朋友 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这个判例能够使到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今天这个宣判是我是期待很久的一个判决 在这个判决让我们华代小证明我们的地位 不是一二在面对的挑战 虽然高庭今天的判决是肯定了华代小与母语教育的地位 但是起诉方的代表律师哈涅夫在法庭做出判决之后 是第一时间在庭外告诉媒体 诉方会继续提出上诉 那诉方没有死心要继续纠缠上诉到底 被列为答达方的董总和大马华文理事会表示 会继续做好迎战到底的准备 我方和这个代表律师还是会再准备我们的工作 以便他们再次进入另外一个法律的审幸 我们就兵来江党水来土淹 我们就准备好要来应付 因为这是我们华文教育的根 我们绝对不能够退让半步 做好准备绝不退让 董总和大马华文理事会都认为 他们不担心诉方继续提出上诉 因为今天高庭法官已经做了具有标杆性的裁决 法官的判词也已经清楚表明 国家宪法允许大马公民用自己的母语教学 这是不容置疑的 我们华谈小多年来都是面对这个挑战 而且政治人物一而再挑战 就是说华谈小事的存在是违线的 无形中是挑起民主上的那种情绪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政治动机在后面的 这是带上法庭的话 让法庭一劳一做这个判决的话 无形中是反击他们 他们会向来的这个所谓的无理的指示 高庭的法官讲得非常清楚 在宪法底下 我们受母语教育的权利 而且用母语的来传授 来教导 这个权利是已经受保护 是不用任何人挑战 虽然这一次高庭的判决 肯定了母语教育的地位 但是大马华文理事会主席王洪才认为 大家不能忽视的一点是 起诉方的律师 他们在多次的审讯陈词时 是一再强调 华孝生对马来文的掌握能力差 而一些政治人物和有心人士 多年来啊 也一直以华孝生 马来文不好 就连是外劳的马来文 都比华孝生来得好 等等的言论来挑拨 说华人不效忠国家 对此他就认为 华孝生在三语学习的环境之下 在马来文的语言表达能力上 确实需要做进一步的自我调整 而董总书立主席陈有信表示 对于高庭今天的判决 让许多的华文教育工作者 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不过母语教育能不能够继续发展 他认为打铁还要自身硬 母语教育还是要继续从素质上去做提升 那别人对华文教育的抹黑挑战 是一种鞭策 让我们更加努力把母语教育做好 只有成绩才能够证明我们的素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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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获知